一个高中生居然直接绑架了美国总统 而高中生的要求却是让总统送自己去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总统没办法 只能同意了任牙的要求 在美国有两个五边形建筑 一个是有名的美国国防部又称白色五角大厦 另一个就是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也被叫做黑色五角大厦 很快任牙在总统的安排下 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而任牙来这里的唯一目的 就是去挑战这里的第一强者 奥利巴 号称地表最自由的男人 进入监狱首先要脱掉全部衣物 然后再经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测 防止有人携带思误 接着采集指纹和视网模数据 然后是DNA样文 建立一份关于犯人的专属档案 最后还会做一个全身的磁共振扫描 而犯人的档案最终会来到黄毛点狱长的手中 点狱长摘下墨镜告诉任牙 地表最自由的男人知道你来了 打算破例与你见面 随后任牙跟随狱警来到关押重刑罪犯的长廊 这里每十公尺就会设立一个亚克利强 这里的每个犯人都是极其变态 要任牙做他们的女朋友 经过重重关卡后 任牙终于来到了奥利巴所在的地方 然而让任牙惊讶的是 在监狱里奥利巴住的地方 竟比总统套房还奢华 在这里奥利巴被奉为最尊贵的人 接下来任牙独自往公寓的深处走去 很快任牙便见到了奥利巴本人 奥利巴非常欢迎任牙的到来 并且用顶级的茉莉花茶招待任牙 随即任牙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奥利巴表示自己才是这里的老大 整个监狱关押着全美4071名恶徒 有4070个人想要他的命 任牙若是想挑战他 至少先打赢了下面的人 可及性子的任牙 不愿意再听奥利巴的废话 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打了上去 任牙没想到这用力挥出的一拳 竟对奥利巴没有丝毫作用 随后奥利巴告诉任牙 先去找监狱的二把手锻炼锻炼 再来挑战自己 进入牢房的任牙正寻找自己的床位时 一个黑影叫出了任牙的名字 而这个老黑居然就是拳王泰森 泰森让任牙小声一点 随便找个床位先睡 任牙以为泰森就是这座监狱里第二强的人 而泰森却告诉任牙自己在这里 只配给人擦屁股 连前十都进不去 跟监狱的排名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还想多活两年 泰森的话惊掉了任牙的下巴 可这是一位老人让泰森小声点 别吵醒了二先生 而此时任牙发现一旁的床位上 有一位正舒展着身体 体型巨大的壮汉 难道他就是二先生 这时老人告诉任牙 今晚可能是你在监狱睡得最安稳的一晚 一夜无话 很快警铃响起第二天到来 起床的任牙发现面前 站着一个身高超过2米5的壮汉 难道他就是二先生吗 正当任牙考虑是否要在这里挑战二先生时 却不料壮汉恭敬地对着旁边的橱物柜 说了一句二先生 此刻 真正的二先生出现在任牙的面前 随即任牙便对二先生发起了挑战 任牙这番话直接吓傻了在场中人 正当大战一触即发时 突然狱警出现打断了这场对战 在这所监狱里 所有罪犯都必须服从狱警的安排 犯人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而这时走来一位特殊的存在 那便是二先生 不仅打着哈欠大摇大摆的闲逛 甚至还和狱警勾肩搭背 拿出狱警的香烟 美美地享受起来 可狱警仿佛没看到二先生的存在 任牙不明白 二先生为何可以这么自在 但我们的泰森就没那么好过了 因为说了一句话被狱警一顿爆锤 在这里只有二先生可以吃美味的蛋包饭 甚至无聊还会拿狱警找乐子 比如询问狱警为何会换枪 而狱警大气都不敢喘 甚至连苍蝇飞到脸上都不敢动一下 当二先生把枪抵在狱警额头时 狱警也是漠不作声 这就是二先生的特权 而有些人为了得到相同的特权 便会向二先生发起挑战